你真的很好,但是我们不适合 哈喽,大家好,我是Steve 距离我们上次聊胶片机已经过去大半年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胶片相机的王者 Nikon F2 第一次摸到Nikon F2的时候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重 像坦克一样 它是全金属的机身 那沉甸甸的日感摸起来 给人第一感觉就是稳固 可靠,很难想象 它的机身重量竟然达到了800多克 拿到Nikon F2的第二感觉 其实就是好看 它的外观设计是真的好看 Nikon F2诞生于70年代 众所周知 七八十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的年代 这个时候的日本 它的经济规模超越了苏联 当然,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审美 也是走在最前沿 蒸汽波音乐 复古穿搭 流行文化 甚至成为了赛博朋克文化的起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年代的相机总有一种未来之美 以至于半个世纪的尼康还突出了复古的微单 比如说尼康 ZFC 这足以表明尼康 F2的外观在当时是多么的成功 那么为什么我要买尼康 F2而不是F3或者是大F呢 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尼康 F2是纯机械 它不像F3拥有电子块门 它可以完整的不用电就可以完成照片的拍摄 机械的东西永远是理工男的最爱 如同小孩子对于挖掘机的痴迷 很难想象在半个世纪前只需要机械的设计 再加上化学显影就可以将那个年代的画面保存 F2将拍照分解成了搬动过片搬手 调节光圈快门 然后对焦 每一步动作都需要拍摄者的参与 这也构成了我的快乐 当然大F也有这种快乐 但是作为一代产品而言 首带的产品永远都是充满问题 等到首带产品推出之后 随着人们的反馈和用户的使用体验 往往推出的第二代产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产品 所以我选择了Nikon F2 作为一个相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拍照 我已经使用了这台Nikon F2几个月 接下来就让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体验 穿越了半个世纪的机械的浪漫之美 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 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面被欺难 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 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 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酒 一直往南方开 一直往南方开 不会太久 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 你回家了 我再等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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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玩了这么多胶片相机之后 便携成为我考虑一个相机的重要因素 因为我觉得一款好的相机的定义就是 你喜欢带着出门 比如现在我想出去徒步爬山 或者去其他城市旅游 我现在有尼康F2 尼卡M6 还有康泰式T3去选择的话 我首选当然是康泰式T3 如果可以加一份重量 我会带上尼卡M6 我这里不是说尼康F2有多么不好 实际上尼康F2真的是一台传奇的相机 但只是无法满足我的需要 至于屏幕前的你们 适不适合呢 这个答案只有大家去使用了这台胶片相机 体验了它的拍摄过程 这个时候大家才有发言权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Steve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的话 请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